接下来我们将精秤0.1公克的黄氨药物SMT准备炮制成最终体积100毫升的水溶液当作标准品 首先我们取量桶量部分的体积 量部分体积目标是希望它不要超过100cc 以免最后不容易定量 我们使用搅拌纸就开始搅拌 由化学结构我们知道说黄氨药物它比较偏向是Hydrophobic 比较属于脂溶性的因此我们用水溶液溶的时候 虽然默克的要点说它是1.5克容易空生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它不是那么快容易溶光 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用搅拌纸